11月23日 演员蔡少芬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出与孙丽的合照 自《甄嬛传》开播以来 再难见俩人合体 因此引起粉丝们惊呼 青春回来了 照片中 蔡少芬穿着颇为大胆 只见她身穿蕾丝薄纱款式的肉色透视裙 每一寸肌肤看起来都好像若隐若现 耳朵和脖子上还戴着同款钻石项链 显得气质十分雍容华贵 不愧为《甄嬛传》中的皇后娘娘 而孙丽则打扮得较为低调 一袭白色紧身衣搭配短发 看起来干净利落 只有她耳朵上硕大的钻石耳式张显着她影视圈女王的地位 据悉孙丽和蔡少芬在2011年出品的《甄嬛传》中有过密切的合作 因蔡少芬饰演的皇后娘娘和孙丽饰演的《甄嬛》互为仇敌 为观众们上演了一对另类CPE 也正是因此 观众们都希望可以有机会再次看到他们二人能够再度合作 《甄嬛传》的火爆程度 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仍可以用人尽皆知来形容 孙丽因为此剧使得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稳坐内地影视剧打女主一号交椅 而蔡少芬也因此打开了内地市场 此后一直活跃在内地娱乐圈 由此可见二人携手上演的《甄嬛传》 留给观众多么深刻的印象 虽然这次只是因为出席某活动才有机会碰面合影 但并不妨碍观众们对于孙丽蔡少芬二人在合作的期待 在活动之外 蔡少芬也晒出了自己与老公张静和拍的时尚大片 蔡少芬身穿这件肉色薄纱裙与张静大秀恩爱 展现着自己曼妙的身姿 让大家很难联想到她已经是48岁的人了 而一向低调的孙丽 也在最近这段时间频频在社交账号中 回忆十年前拍摄《甄嬛传》的记忆点滴 可见《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对于她的影响之深 如今孙丽蔡少芬二人都已经是娱乐圈内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 代表作数不胜数 她们参演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口碑之作 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 且都有着深爱自己的老公相伴在身边 使得蔡少芬和孙丽的路人员极好 这次孙丽和蔡少芬罕见巨手合影 再一次勾起了大家对于她们合作的期盼 不知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在电视机前 看到蔡少芬和孙丽的经典组合呢 增口 增2 3 4 2